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看 赞言上人那里足迹 上说人生之苦 以病苦为罪 八大福田中看病功德为第一 此际医疗团队 为病患拔除人生之苦 抢救健康的生命 真正功德无量 上说世间最有价值的 就是生命 若是丧失性命 世间珍宝也是一文不值 此际医疗 以抢救生命守护健康 守护爱为准则 视为医疗典范 现在敬请一块来 收看今天的节目 上人感叹身处在现今医疗空与漏的大环境中 造成从事医疗人员身心的压力 上来免事医护同仁 树立医疗人品典范 挑起抢救生命的大责任 提升力智从医的使命感 现在这个时代里 其实医疗系统的确都是很令人担心 一直都在听 四大阶空 五大阶空 六大阶空 开始的时候 感觉 怎么医疗也有四大阶空 那到底是什么 经常我就在说五大阶空 医疗哪有四大阶空是什么 后来又不久听到 五大阶空 医疗真的也有佛法呢 还没多久就是六大阶空 奇怪 是怎么这个空空空一直呢 在医疾在谈起 每一次听到空的由来 都是让我真烦恼 让我说 没多久就再够一空 再够一空 这个空呢 空啦 流啦 破空气啦 为什么我们的医疗变成了破空气呢 不只是医生喔 接下来的就是 护理 护理呢 也要是做生了呢 医疗 一项 很大的房子 我们大家不管是要做医生 还是要做护士 对你们年轻人的时代 在你们设计时 那时候要贴的志愿 就是第一个志愿 这个志愿呢 是拥年成功 拥年才崇高的自愿嘛 但是啦 但是啦 现在社会已经变成了 四代五代六代改空 再加上了 护理方 这就是又让人很担心了 社会用暖年这么多 所以主要来费用医疗护士 这是社会 未必要缺少的一个行业 因为佛法说啊 生老病死 每一个人生下来 以前生下来 是三佛就好了 现在不是要去病院 所以第一个来到人间 就是要跟病院一起笑 要病院生 一生下来开始呢 就是老病死 生下来很多的疾病 这都是人生离不开的 这种病啊 老啊 死 都是需要医护人员 我们要知道说 医护真的是老年才崇高 老年才让人尊重的这一项的疾病 名副基石的疾病 是我们的疾病 是我们的疾病重新疾病 我们迟大孩子 看到一代一代一直满来 45岁在这儿 蔡医师我就是英雄最强的疾病 他很高大 当时第一天他们的报导 我就在他们的宿舍里里 他们的疾病重新疾病 怎么在那里 他们的疾病都冠着 放下去 我说 哇 这村这样 我怎么睡得下去 我也是 去看看 真的这如果睡下去 你脖子要弄出去外面 我就快点说 你是不是在成功加重 这是我印象很穿的 是第一次 我对要背影的医生 粘粘的经济 我就很疼心 让你也是同样 总共一句 我因为这是人生 是一行崇高的事业 应该要好好地培养他们 好好也是用最后呀 尚说人生离不开生老病死 医疗是人生不可或缺 为旧把人生治苦 尚付出医学教育无所求 只盼培养自爱爱人的良医 上人脸是一不同人 莫忘赤子出发心 所立下救人的崇高志愿 以诚以情 了解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 以学习模拟手术 想想看 年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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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因为就是奉献社会 奉献主持 当一间病人不是他们 这样一梦刷一堆针 搬回家給孫婦蓋 都有一間學校 不是他們 大家啦 就是有時候搬下去 蓋起來的土耳粉就不甘 這樣就把它搬掉去 一顆耳朵就要蓋回家 那種很用心的這樣的付出 朋友蓋好來做自家 好好起床來當慈祥宜德 這幾個醫生 我們現在慈祭長大的孩子 哪一位沒有慈祭家庭 每一位都是經過 慈祥宜德 爸爸媽媽疼死過的 有的時候萬一他們有什麼事 他們家的父母還沒教會 我們的慈祥宜德 媽媽們都已經到來了 我相信喔 這種的疼愛 是神跟情 很誠懇的愛 跟菩薩的絕友情來陪伴的 每一次想到自己人 無數的愛的付出 他們都很辛苦 他們的壓力很大 可是一心一致 一致一致 一致一致 到現在 到他們最后 最后的生命 結束了 他還要付出 還要當魔女 這波無以良識 這都是人生 這樣的一心一致 付出 一生一致 這種愛的能量 守護在他的崗位上付出 所以我經常說 我真的很感恩所有的慈祭人 我相信每一位慈祭人 還有領導 治療體的大衣王 一定一定會用他真誠的愛在付出 果然我也很感恩 六家醫院的每一家院長都很盡心力 很相信已經在每一位的大衣王 也同樣選擇慈祭系統 應該都是有慈祭 尚人感恩慈祭人 互持慈祭職業不宜履利 全身心為慈祭無師奉獻社會的精神理念 直到人生最後 還要捐出身軀 貢獻醫療 一心一致以大愛付出 尚女士醫療置業體的每一位大衣王 有志一同 真誠有愛 為守護生命盡心力 現在的時代的價值觀不一樣 一年比一年更不一樣 所以價值醫療的壓力很大 民眾的價值觀不一樣 聰明和地位不一樣 聰明什麼事情都沒 但是價值得多 很快呢 很快呢就受到了壓力 那若是地位呢 它什麼也是罵 但是呢 一罵 它是真透天的罵 我們慈濟人啊 我們慈濟人啊 幸福啊 慈濟人都會很有默契很美滿了啦 但是呢 一般人 辛苦 不在說幸福 辛苦 哇 壓力大啦 沒辦法呢 沒有辦法呢 抗壓 那就很快就會看掉 好吧 我們也要去找一項工作 回來做 太豬老子 他們要付錢 一樣啊 在那個地方 都一個空間 一樣 他們也要做得到 感覺到 國際這種 大工廳啊 他們也要做到 這樣一路滴滴滴滴 真的看到自己人 那是衛憂웅 衛伏 他們不怕壓力 他們怕不工作人員 這就是 旨這個啦 鑑蚊做 滑雪 這就是地毀啊 哪一個空間沒有壓力呢 所以有時候啦 聽著說 年輕人啦 pigs üzerine icherung 所以啦 六体開空 五體開空 蜘蜀開空 一直一直 變成了嚴重的情 越來越高空氣了 這是給人很煩惱 我最煩惱的 嚴重情要怎樣 這些瓶囊要怎樣 想到別人 救他無問 這是一層難救 就想到很無奈 很心痛 希望是自己做的 這種的技官 永遠就是醫生 永遠就是活塑 哪裡工作都是一樣 慈激不是為盈利而工作的 四大之夜是慈善醫療教育人文 我們不為什麼 大家愛的能量的付出 人家說人多福大 大家人的付出都是在為我們祝福的 所以在這個充滿福的環境中呢 我相信應該大家都有真的幸福喔 慈激人的俗意 辛苦就是幸福 我們健康可以為人做事 祝福啊 為人家祝福最快樂 所以幸福啊 會當它完成起來 那就是美女 擔任我們的同仁啊 擔任我們的大一王與菩薩們 永遠地抱著這一份的幸福美滿 感恩做 歡喜說天天歡喜 哪有壓力太重呢 少人感嘆現代的年輕人抗壓性弱 與社會人心的價值觀轉變有關 少人期盼醫護同仁 提起智慧轉心念 遇到事情要懂得用智慧深入 而非用聰明計較 計較的多則壓力大 有智慧的人透徹事理 勇於承擔 就如此寄人 將辛苦化為幸福 對的事做就對了 甘願做歡喜受 就無壓力 做得滿心歡喜 聚佛又美滿 醫療一個大團體 是人生的 所依靠的 這是多麼神聖 醫師也是人 護士也是人 大環境的影響壓力之大 這都是難免 但是呢 大一王是一個挑起啦 生命的大責任 是個使命感啊 欣佛眾生 三無差別啊 心裡也是酸甜苦辣 真的很想哭啊 的確我責任很重啊 很多人很歡喜的進來 碰到啦 什麼樣的困難 他可以說 啊 我齁力量不夠啦 我好清楚耶 沒辦法跟我真心難啦 所以可以一急功 我呢 我要對誰來急功啊 我沒有急功的機會 後面的責任 還是我要扛 可是醫療我能扛嗎 我扛不起 我無法 抗醫療的責任 所以有時候 我會覺得說 很多的無難啊 但是呢 也有許許多多的感恩 在為我抗醫療試驗 我都是非常的感恩 不管呢 子醫 護 藥 減復健 等等啊 這都是呢 一個醫院 有多少顆少 一顆都不行 一顆少 一個人 都是影響很大 本一 健全 守護生命 守護健康 守護愛 是多麼重大的事情 但是 我是修行者 我不是企業家 我不是為賺錢 我是為國家 為重生 上人擔憂病患求醫無助 表示自己 並非醫療專業人員 還是得扛起重責 沒有鞠躬告辭的機會 上人感恩醫護同仁 在現今醫療大環境的壓力下 挑起守護民眾生命健康的使命 上人說自己只是一屆修行者 僅自不量力見蓋醫院 別無他求 只是出於為佛教位眾生的志願 記得在50年前 修寧跟我對話 那三位修寧 他就是要來度我 我就跟他說佛華 釋迦摩尼佛的精神理念 他們也真的是也很感動啊 聽一聽他說 哇 不知道你們佛華這麼好 你們的教主 釋迦摩尼佛真偉大耶 但是開始畫風一轉 你們的佛華那麼慈悲 可是呢 你們有沒有對社會做什麼事啊 我那個時候被他這一問呢 我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可是呢 我附華心切 因為我的師父要我為佛教為眾生 所以呢 我就說很牽強的 就說 你假如看到了新聞呢 無明事做好事 這都是佛教徒 他們就說 哦 相信也是吧 不過呢 我們呢 雖然呢 是外來的宗教 那我們呢 深山裡有教堂 在人群中呢 有養老院 也有學校 有醫院 你們佛教有嗎 我這樣的被問的 我就說 雖然我現在沒有 但是我相信將來應該是會有的 他就說 祝福你 就這樣 他回去了 那一天的中 我一直在想 是啊 幾天前呢 德榮的爸爸在 某個醫院裡開到 我去探訪他出來的時候 地上那一灘雪 假如啊 千手觀音 在那個時候 那千手觀音呢 在我的解說是 五百的人就一千雞酒 五百的人就一千雞酒 那個時候 假如有更多人啊 有愛心 伸出來雙手 那一個女人不就是得救嗎 所以 要發現 個案的人要多 要救人 有心的人要多 假如 我能有佛法來 製成了一個慈善的團體 再加上啊 我的師父 要我回來 廟云南落 那個時候 假如不是有這三位修寧 可能我現在是在 廟云南落 民國五十五年啊 那一年的三葉 慈濟功德會成立啊 慈善的第一步 跨出去 現在所有專業呢 都在足同歲月啊 這種小錢 點點滴滴累積啊 滴滴水成河 這都是不要看小點滴喔 整個醫院也是一樣啊 少不了呢 任何一個人的一根鎖指頭 老牛托車真是苦 他們其實不斷在爬破 只要人人的出一根鎖指頭 人 這樣呢 這台牛托車呢 就乎乎乎了 所以 一個醫院 任何一個人 都是一分的低調 尚說一所醫院要正常運作 發揮救人的良能 少不了每個人的力量 尚說利米成羅滴水成河 莫清是點滴的力量 尚多免大家 以誠與情互動 拉長情擴大愛 廣結善緣 建立如家人般的緊密情感 共同為病患拔除病苦 安定心靈 尚說人生在世也要活得健康 人生才有真正價值 因此慈激建在醫院 不為其他 只為了守護生命 守護健康 守護愛 慈激醫療守住世間最有價值的生命 也守護健康 使人幸福 有了幸福才能發揮人生良能 以愛來付出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慈陽 祝福您如意順心 正言上緣那裡足跡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再見